外话野生眉这件事情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入的眉毛定型类的产品 野生眉初级选手 你必须了解这些工具 追比放在最后期的看 一种呢就是膏状的 最开始流行野生眉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流行一款那个膏状的 那个我也买过 但是我已经把它丢掉了 我这个是Colorpop的棕色的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我就没用了 它刮出来之后会有一些白白的物质 眉毛吧 它立是立起来了 但是它上面就会粘一些白白的东西 扒在你的皮肤上 有一种反光感 反正就是不好看 如果你是老手 你用的好 那OK没问题 你当我人上屁 那如果你是新手 我建议你三次 是不是全网都推封了 这个眉毛羽衣说是可以定型 有野生眉的效果 你一打开一股 真的这个味道唯一唯 原地去世 一股酒精工业味 刷头 它刷在我的眉毛上 它怎么让我的眉毛根本分明 这个70多块钱 我是原种 它是这种黏黏的感觉 但是呢 头特别的小 这边刷一下 那边刷一下 刷完了之后 你的眉毛就像一个 除非说你的手法 非常精明准确 也是比较适合老手吧 反正我用这个我是用不来 然后这三只呢 是有韩系的 一个3CE的 然后一个BBIA的 还有个LAKA的 刷头的话都差不多大 总体来说 会有让你的眉毛 三根分明的感觉 也有一些力挺的效果 但是不会非常的强烈 比较自然 比较适合新手 这三只啊 我觉得你是去对比价格 哪便宜上哪买 然后就是这个 我已经推了一万年了 费灵飞的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颗粒 一挤 它的凝胶会从中间出来 去刷你的眉毛的时候 你的眉毛就会顺着这些小颗粒 就会被刷了一根一根的 它其实是一个眉毛凝碌 是有眉毛的一个效果的 所以我不用担心说 我用这个会有负担感 在这个基础上 它又能够帮我的眉毛 定的根根分明 所以我就很喜欢 这个我岂不用过四五只了 好用 也正是因为它的光环 我又去买了他们家的 专门的眉毛羽衣 但是我用下来就是一个字 非常难用 你看这是几个字 它湿漉漉的 都还没等这个眉毛 它干了定型 它就已经卡下来了 我是很推荐 还有一种 我给你们贴个图 我是雷哈娜的 我能找得到我的购买记录 但我已经完全不知道 被我交到哪里了 一头是高体 一头是刷子 就是给你 涂完高体之后刷开的 它的话就有点像这种 进阶的高体的 眉毛定型的一个东西 但是总体用下来 还是一样的问题 有那种白白的东西 卡在我的眉毛上 定型效果有一说 也还是很牛的 量很少 然后要一百多块钱 就性价比不高 说了这么多 唯一两只我推荐的 一个就是这个贝林飞的 第二个就是 BI的这个 还想知道更多的保障好物 记得关注我